我們五層裡面 水如果太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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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財產就沒力了 財產就沒力了 看你問什麼 你問道主 這是何利以外 如果財產不力 它還帶空門 你問那個人幾年前 給你一條三十萬的 要貼到 貼口子段就是這樣 陰陽五層 這個五層的理論很知道 只是看你運用在什麼地方 你運用在中醫 或是運用在浦掛 運用在命理 運用在地理洪水 是這樣子 然後東邊草木欣欣孝老 西邊屬金 因為我們這個文化學術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青鋼藏高原那裡 富含金框 所以塞片殊金 土在中間 土在中間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的演變是因為 你古時候這些青天賤 這些懂天文地理的人 他只能為皇帝服務 但是改曹我們經常在戰爭 這些人死不死了 死不死 他不要為新竹服務 他還可以窩了 他一定到老返鄉 到老返鄉 他的學術還是會運用出來 運用出來 他面對的是農民 五百二 五百二 要說到他痛 他記得起來 住書律說 做基本教育 把天干地支 加禽加醋化 這樣聽不懂 你自己農夫說住在北邊他聽不懂 你說尿七在北邊他記得起來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一處二五三五四頭五六十七八八 有九九十八十一九十一十一 就是助手銀貌的代名詞 他只是一個代名詞 甚至可以講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這個是生效對應 你看到癮就是老虎 看到胃就是羊 因為我是丁胃年生 他的屬羊 這個很容易記 所以這個是生效 然後呢 這是月令 農曆的月令 你看你哪一個月生 比方說我是農曆六月生 我的天干 我那一個月的地支一定是胃 他是這個意思 你如果農曆十一月生 你的地支一定是值 八字排起來一定是值 那個是固定的 你如果農曆二月生一定是毛 聽更毛 聽更毛 點點油 日頭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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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神 日頭走起來 日移 日頭下山 日治 日中下山 日正當中 日中下山 所以這個是月分 這個顏色不明顯 這個我剛講的那是時間 早上的 這個9點到11點就是40 中午11點到1點是50 這個好像剩下了 下午1點到3點是微時 這個我要再改一下 各位有什麼問題 對面像今天的演講有什麼 很好奇的 你想要問的 有 不然就要交給 理事長 佛理事長 時間要交給你 在外面的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就到哪裡了 謝謝各位 謝謝 只要你是仁愛的 金城 有啦 還有我請客人給你 有啦 你來有幾點 我知道啦 我跟你啦 好好 金城 我們已經先 金城跟仁愛是同一個 同分區 那之後 現在現在有分區 對啊 現在四個分會 每一區 就多了兩個區 那你現在是第幾個 一十多個 我們來自己 平常就找 你還有 我行 就是 幫我們 思考